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 星期六晚上发生了一期罕见意外 一场正在进行中的表演 所使用的电子动画恐龙模型 突然起火 吓坏了在场观众 主办方被迫紧接喊停表演 根据民众拍到的画面 模型中的龙头因故故障之后 失火了 不断有火星窜出 掉落在龙身 随后更引发爆炸 整个模型一瞬间毁于一旦 加州消防局指出 这场火灾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但是有六人因为吸入浓烟 感到不适送院治疗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起火原因 而迪士尼乐园管理层 则是通过文告表示 所有观众和工作人员都安全撤离 这项名为Fantasmic的表演 运用了童话故事 睡美人反派黑魔女的火龙化身 作为主要招牌 并从上世纪90年代起 成了加州迪士尼乐园 其中一个招牌表演秀 费看车在死亡 但是互职的无法 费看车在煞灭状 为什么不能处 和算你 推出的人 他们都没有 其中一个 写真 对 人